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猎王记下》第二章 《猎王记下》第二章总共有25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先知以利亚被接升天 以利沙先知开始服侍 我们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第一段是1到11节 以利亚被接升天 第二段是12节到25节 以利沙的服侍开始 今天的这一章并不很长 但本章的内容灵异深刻 值得我们深深的思想 我们就打算一天读一段 分两天将它读完 今天我们读第一段1到11节 我们为这第一段所选用的要节 是9到11节 圣经这样说 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 不然必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然有火车火马 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称旋风 升天去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猎王记》下的第二章 与《猎王记》上的第十八章一样 都是记载着 关乎先知以利亚的荣耀的篇章 在本章中 讲到了 可以作为施许约翰的表记的先知 以利亚在地上执事的结束 以及 很像主耶稣一般的先知 以利沙大能执事的开始 同时这一章 也特别像《使徒行传》第一章 当主耶稣 即将要升天之前 与门徒在橄榄山上告别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第一段的内容 好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 都会认为 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得胜巴利先之后 因为惧怕耶稣别的追杀 就逃往了和列山 好多人认为 他的这一举动 大大损害 并减少了后来 他在以色列的侍奉 好像神也削减了他以后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影响力 但其实若是仔细的来研读圣经 我们不应该这样看 他虽然生命当中曾经有低潮 但是在和列山的山洞与神相遇之后 他又再次的投入到侍奉当中 而且同样是向着恶势力 勇敢和无畏 他曾经面对亚哈 以及亚哈的儿子亚哈谢 并且勇敢大胆的向他们宣告 关于他们未来审判的结局 在本章的头一段 圣经还特别的讲到 他在升天之前 神使用他去鼓励先知的群体 这个先知的群体 应该是在案例时期兴起的 后来经过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 最终在历史上消失 这个先知群体 在亚哈王朝极其败坏之际 人们盛行着去敬拜巴黎和亚舍拉 但是先知的群体 依然向着神忠心 所以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 起到了维护信仰存证性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担当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由此也更加证明 他们是神在乱世当中 给自己预备的 没有向巴黎屈膝 和与巴黎亲嘴的器皿 以利亚后来与他们之间 有着美好的互动 在他临升天之前 分别去了这些先知 所重点服侍的区域 勉励他们 鼓舞他们 同时也为他的门徒 以利沙即将走上历史舞台 大展身手 来做准备的工作 从本章的经文显示 当以色列的神 即将要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他并不是让这件事 突然的发生 而是在天上和人间 都做好相应的准备 其中像先知的门徒 以利沙本人 也得到了这件事相关的讯息 同时 先知的群体们 也知道这件事 大家都心照不宣 他们既会对 以利亚的离去感到不舍 其实也同时为以利亚高兴 因为这乃是显示神的恩宠 临到以利亚先知的 特别的时刻 因此 没有人愿意拦阻 这件事发生 我们同时看见 神不掩埋此事 其目的也是在于 要让当时服侍神的先知团体 以及要承接 以利亚执事的先知以利沙 都可以在信心上 大得鼓舞 以利亚即将离世升天 这在以色列历史上 该是何等激动人心的事 因为我们知道 就连人类历史上 也只有两个人 没有经过长死位 就离世升天 第一位是以诺 而第二位就是以利亚 但是当我们看到 创世纪第五章二十四节 由于以诺 距离我们今天的人 时间太为久远 所以人们都不知道他 离世被接走的细节 经文只是一句交代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取去 他就不再逝了 另外在西伯来书 十一章第五节 也重点提到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 不至于见死 但不管怎样 创世纪的记载 和西伯来书的评价 都会让人觉得不满足 可是相对而言 神确实 以利亚和以利沙时代的 先知群体 他们的耳朵又浮了 眼睛更有浮了 因为他们曾亲耳听到 神界以利亚 所宣告的神的话 同时 他们也亲眼目睹了 先知以利亚在旋风当中 被火车火马接走的 荣耀的场面 其实说起来 以利亚蒙德这样的恩典 实在是有福 因为在他曾经灰心 又抑郁的时候 曾特别向神祷告说 耶和华啊 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四节 但就是这样一个求死的人 他的申请 却没有被批准 不单单神没有批准他死 甚至他永远都不会死去 所以明确的 希伯来书里面的话 在他身上没有约束力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前有审判 神借着这个特别的恩典 恩宠这位 在那个全人背道的世代 敬畏并尊宠 又侍奉他的仆人 所以以利亚实在是蒙了神 特别的恩 他升天的经历 也让所有在主里面的人 都羡慕不已 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耶和华要用旋风 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利沙 从基甲前往 接着以利亚和以利沙 连续到了三个地方 这三个地点分别是 基甲 伯特利和耶利哥 而最后一个站点 也就是以利亚 即将升天的地方 是在约旦河边 在二人从基甲起行 要到伯特利 要往耶利哥 和要往约旦河边去的时候 以利亚先知 分别都告诉以利沙 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而以利沙 三次的回应都是同样的 他告诉他的老师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大家可以看的是第二节 第四节和第六节 以利亚三次要以利沙留下来 历来都被读经的人争相讨论 所得的结论也都不一样 有的人说 以利亚是在故意试验 以利沙的信心 看看她是不是要执意的 执着的跟随自己到底 但也有人猜 是以利亚希望有单独的时间 可以见到神 与神灵交 但就这后面的经文可以看见 以利亚的话 实在是有着考验以利沙的味道 这的确是考验的时刻 所以重点的是 要看以利沙如何做抉择 所以以利沙三次回应 以利亚要求她等候 她的举动和行为 无比的关键 我们刚才提到 以利亚三次告诉以利沙 留下来 而以利沙三次的告诉老师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大家读到这样的记载 有没有发现 她非常像摩雅的女子路德 当婆婆纳尔米 劝她留在摩雅本地 不要跟着自己回 因为一个年轻的寡妇 跟着一个年老的寡妇 是没有希望的 而当时路德就回答说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那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那里死 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 不然 愿耶和华重重地降伐于我 路德纪一章十六节十七节 在这里 我们特别能看到的是 先知以利沙 那执着跟随老师到底的心智 这美好的心智 所产生的行为 就像我们在讲路德 舍不得拿奥米 在经文的原处 舍不得的原意 是两样的东西 粘住和粘住的意思 正像路德牢牢地粘住 自己的婆婆拿奥米 在本章的第一段 以利沙 也牢牢地粘住 自己的老师 以利亚 我们得以看见 正是由于以利沙 有着另有一番的心智 所以他就从以利亚那里 得着应许 如果最终能看见自己的老师升天 那感动以利亚的灵 就会加倍地感动他 这是何等奇妙的恩惠 圣经上说 当以利亚和以利沙 从吉甲来到伯特利时 就出现了关于先知群体的描述 这里描述的细节 显示那些先知们 与以利亚很熟 与以利沙也很熟 那这群先知群体 究竟是怎样的来历呢 我们前头提了一点 现在再解释一下 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 这里所说的 伯特利的先知门徒 他们的起源 应该是撒末尔所创立的 先知学校 大家可以参考 撒末尔纪上 十九章二十节 虽然从撒末尔以后 历经了扫罗 大魏 所罗门 和封国之后的列王 但这个先知学校的培训 一直都没有终止过 在雅哈耶喜别 围乱北国的时候 先知的学校的培训 又经历了一场的复兴 虽然圣经提到他们 没有像提到 以利亚和以利沙的那么多 但可以想象 先知学校的老师和学员们 一直都在为坚持神的真理 而忠心摆上 不计生命的代价 按本章提到的吉甲 伯特利和耶利哥 按理说他们都应该是 先知服事的重点的区域 而同时 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危险 和极有挑战性的地方 拿我们今天的话说 都是属灵的前线 这里所提的吉甲 人们认为 不是以色列人 过了约旦河以后 驻扎过一段时间的地方 而是另外一个地方 在伯特利城的西北面 大约有11公里的距离 伯特利大家都不陌生 这是北国的拜金牛毒的中心之一 另外一个金牛毒的中心 是在旦 当圣经上说 神向以利亚说话的时候 经文同时也显示 神也向先知群体来说话 所以这些先知门徒能知道 以利亚即将离开 第三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 这些先知门徒在领受了 以利亚即将离开 于是就询问以利沙 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以利沙回答说 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 我们前面提过 当以利亚考验以利沙三次 而以利沙做了三次忠诚的表示以后 两个人在约旦河边继续前行 这个时候 故事进入了高潮 七节八节告诉我们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以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我们看到这一幕 自然就看见了 这几乎是以色列人过红海 和进迦南之前 过约旦河的神迹的再现 经文中说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以打水 意思是 他将自己的外衣或是斗篷 卷成仿佛棍和棒的形状 把水分开 这就跟摩西在过红海时 所使用的杖的作用一样 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是这一段的高潮 以利亚和以利沙过河以后 以利亚就问以利沙 我未曾被揭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而以利沙回答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沙向以利亚所说的话 同样也被解读的很多 那什么是 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呢 一种解释是 以利沙希望 她能完成神 托付给以利亚的 大一辈的工作 这就显示 她有为神做更大事的意愿 但更好的解释 是第二种 这里所说的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实际上所根据的 是在向神和以利亚 要类似于长子的祝福 以利沙真正所要的 并不是要超越她的老师 而是要依照 神在律法书当中的应许 得着只有长子能得着的 两倍的产业的权利 大家可以结合 生命纪二十一章第十七节 换句话说 以利沙不是以工作为导向的人 他所要的 乃是在生命 职份和与神的关系 几个方面都能成为以利亚 真正属灵的后裔和继承人 以利亚的回答是 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 就必得着 不然 不然 必得不着了 以利亚在此的答复 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 后面的话的意思是说 从师徒的关系 以及神的旨意 他能够奉神的命 立以利沙为他的继承人 但若以利沙 真的能从属灵上 成为以利亚的长子 并真的从属灵的承接上 成为继承以利亚恩高的人 就需要在以利亚 被接升天的时候 看见他 这里的看见一般被认为 不是仅仅指 看到以利亚在旋风中 升天的荣耀的 大而可畏的场面和情景 这里的看见 乃是只能看见并领悟 属灵世界的事 这意思是说 以利沙必须得有 参透属灵境界的能力和深度 而能判断以利沙 够不够看见的 不是以利亚 而是神自己 十一节所描绘的场面 是历来众圣徒 都十分羡慕和期待的事 经文中说 他们二人正走着说话 忽有火车火马 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 升天去了 在以利沙之前的世代 人们只是知道 由以诺被神接走 但如今 以利沙 以及在远处的 五十个先知门徒 亲眼的看见以利亚 不经过死亡 而登天的景象 以利沙亲眼的看到师父离开 他的看见 是真看见 当明天读到第二段 我们就可以知道 另外的五十人 虽然远远也看见 却明显的 与以利沙所看见的不同 以利沙真看见了 由于他真的看见了 他向以利亚所求过的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的感动我 也就真的 得到神的许可了 好的弟兄姐妹 今天 猎王纪下第二章的第一段 一到十一节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 请大家重点思考 本段中所讲的 伯特利先知的门徒们 究竟是怎样的一群 另外 当以利亚和以利沙 从吉甲起行的时候 以利亚连续三次告诉以利沙 要等候在这里 都遭到以利沙的拒绝 以利沙执着的 跟随以利亚到底 这件事说明了什么 还有 以利沙向以利亚要纳 加倍感动她的圣灵 这件事的背后 隐藏着什么样的含义 如果以利沙 这么勇敢的向以利亚来求 那你和我今天 有没有信心和胆量 也来向神 求圣灵的恩典 你可以去结合 路加福音十一章的十三节 好的弟兄姐妹 来让我们每一天 都带着充足的信心 并按照神宝贝的应许 来到天父面前 愿他将那荣耀又甘甜的同在 伴随你和我 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在我们读圣经的经文的时候 几乎是每一个世代 都有格外被神看重的人 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特质 就是向神有信心 有执着的心智 有伙伴的激情 他们身上信心的举动 往往都令当时的世代 和后来今天的我们 感觉到羞愧 就让我们从这些 信心伟人身上 得到激发和鼓舞 让我们也要那加倍感动 以利亚和以丽莎的圣灵 使我们能成为 他又忠心 又讨他喜悦的器皿 爱你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接着还是来看 猎王纪下第二章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猎王纪下第二章的 十二到二十五节 这一段内容讲的是 以利亚升天之后 以利沙开始服侍 我们为这一段 所选用的要节 是十二节到十四节 圣经这样说 以利沙看见 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以利沙 把自己的衣服 撕为两片 他拾起以利亚 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回去站在约旦河边 他用以利亚 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 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在哪里呢 打水之后 水也左右分开 以利沙就过来了 弟兄姐妹们 昨天我们讲的第一段 当以利亚和以利沙 师徒二人 行走在约旦河边 以利亚问以利沙 在他被接去之前 他会要什么 以利沙向以利亚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的感动我 以利亚告诉以利沙说 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 不然必得不着了 第十一节的经文说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然就有火车火马 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在圣经的描述中 神借着火车火马 将以利亚接去升天 这是非常有属灵的意义的 因为在旧约时代 人们所认为的 最有能力的占据 就是车马 不但在地上有 甚至在天上 也有神战无不胜的车马 所以车马的形象 用来比喻神的大能力量 大家可以参考 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一节 六十六章第十五节 诗篇一百零四篇 三节四节 哈巴古书三章八节九节 十二节的经文说 当以利沙看见了 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利沙 给以利亚的称呼 非常奇特 往往在今天 也有一些教会的传道人 用战车马兵 来称呼 教会中和身边的父辈 但是我们得承认 今天我们当中 属灵的长辈 有的时候还不适合 真的被叫做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用来形容以利亚 是十分切合的 从以利亚一生的服饰当中 可以看见 他何等忠诚于神 是被神重用的 火一样的先知 而且不仅仅如此 神设立他 使他成为以色列 纯正良知的保卫者 这句话的意思 是指着 在他的一生中 一直不断的呼喊 和唤醒 以色列的同胞 远离外邦的偶像 回归那 带领他们出埃及 入迦南美帝的神 所以当以利沙 看见火车火马 就知道 神在他的仆人 以利亚身上 所给予的使命和托付 还有肯定和奖赏 所以以利沙 从心底 发出称谢和赞美 他的老师以利亚 实在不愧为 是保卫以色列 纯正良知和信仰的 战车和马兵 圣经上告诉我们 其实远远站着的 伯特利的先知门徒们 也目睹了 这令人惊诧 又震撼的一幕 因为在转瞬之间 以利亚就被神 所安排的一股 超自然的旋风 迎接到第三层天上去了 留在地上的 只有一样东西 就是那以利亚的外衣 第八节的经文曾提过 当以利亚和以丽莎 过约旦河的时候 以利亚曾用这件外衣 卷起像棍状或杖状 用以击打河水 于是约旦河 就像约书亚时代一样 水便分开 二人行走 如同在干地上一样 这件奇特的外衣留下来了 是专门要留给以利沙的 这件外衣 将成为以利沙 新的职份和能力的标志 用以证实 以利沙是真的 从以利亚身上 得到了那感动以利亚的灵 不单得到了 而且那感动过以利亚的灵 从今开始 乃是要加倍地感动以利沙 按我们今天估计 以利亚荣耀升天的时候 应该是在主前 八百五十年之前 圣经上称这位先知 乃是一位顺服的先知 我们之前说过 除了在第十九章中 当他逃避 耶稀别的追杀时 没有神明确的吩咐 其他 关乎他一生所有的行动 都有神的吩咐 当然 他有过灵敏低潮的反应 正因为如此 圣经才告诉我们 他乃是与我们 有着同样的性情 但其实 以利亚属灵的低潮和软弱 并不是他身上的污点 圣经上告诉我们 就连我们的主耶稣 都需要经过克西玛尼 使徒彼得 都曾经三次不认主 还有 就连主耶稣基督的先锋 施许约翰 在被关到牢狱当中 被处决之前 也曾经有过低潮和软弱 大家试试找一找 经文在哪一处 总的来说 神是以 让以利亚荣耀升天 来显示 他对他自己仆人的嘉奖 他在地上 所有被托付的工作 使命都已完成 他已经打了那美好的 属灵圣仗 当以利亚背接升天 他就将会从神的立场 从神治理的宝座的角度 来看整个世界的格局 以色列百姓 以及外邦世界的败坏 另外还有 神永恒的治理和掌权 而这其中 有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实是 他虽然离世升天 可是他的服饰并没有终止 那曾在他身上感动的灵 借着他的外衣 将要继续 并且加倍地 感动和使用他的门徒 先知以利沙 我们相信 以利亚在天上 将会更加喜乐和欣慰地看见 以利沙的服饰 更加地细腻 并且充满荣耀 我们也相信 他一定会明白一个 神永世救赎计划当中的真理 他乃是 要预表 施许约翰的 而他的学生 以利沙 是被神特别选出来 预表 主耶稣基督的 那于是 就在九百多年以后 有一个荣耀的景象 再度出现 这位曾经在世上 火一般的先知 与另外一位神人 摩西 一同出现在 以色列某地的高山上 当着主耶稣 三个门徒的面前 摩西和以利亚 与耶稣 一同谈论 神的救赎计划 这个救赎计划 在圣经的经文当中 被描述为 耶稣基督的死 路加福音九章 二十七到三十六节 但其实在 耶稣基督的死 的内涵当中 神乃是赋予了 最伟大的救赎真理 即借着耶稣基督的 保险的救赎 使新约的会众 无论是那 信而得救的犹太人 或者是因犹太人拒绝 而救赎恩典 被给予的外邦人 都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 而得救 要出黑暗世界 入奇妙的 神爱子的国度 大家还可以参考 彼得前书 一章十二节 在新约的异象中 以利亚和他的前辈 摩西一样 再次经历到 被神在永世当中 使用的事实 神让摩西和以利亚 一同显现在 变相山的异象中 其目的是为了要 荣耀主耶稣 就如同摩西和以利亚 在世上的时候 一直在荣耀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一样 我们还记得 当时的彼得 非常陶醉 并单纯的希望 能够建三座棚 一座给摩西 一座给以利亚 一座给主耶稣 但当他提出 这个建议时 立即就有云彩 来遮盖两位先知 于是与耶稣 一同登山的门徒 举目就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那里 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第八节 所以 无论是生命纪 第三十四章 讲到神亲自埋葬 他的仆人摩西 也无论是本章中 神让他的仆人以利亚 趁着旋风升天 不用得偿死位 神借着这种方式 来尊荣他的仆人 但是 有一点是必须要了解的 那便是虽然 神如此的在以色列历史上 用摩西和以利亚 而且他们的地位 角色 也是那么的伟大 不可替代 但始终 他们是人 带着人的局限和软弱 可是这一切最终 都不能妨碍 神能铸造他们 成为自己手中 最合用的 荣耀的器皿 十二节说道 当以利沙 目睹以利亚 趁着旋风升天 他也大声的呼叫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 马兵啊 以后就不再见他了 于是以利沙 把自己的衣服 撕为两片 以利沙 将自己的衣服 撕为两片 这是对自己的老师 离开自己 感到深切的哀伤和追念 毕竟他舍不得 同时 他又因着自己 继承了 以利亚 属灵长子的名分 得到了以利亚身上 那加倍的灵 而深深的感觉到不配 以利沙接着 捡起了以利亚的外衣 正是表示他 继承以利亚的职份 从现在开始 他就成为以利亚 属灵的后嗣 和继承人 我们说过 以利亚虽然升天 但他的服饰 在地上并没有终止 其中有一样 连神迹都在继续 经文中说 以利沙就以以利亚的外衣 来击打河水 于是约旦河的水 就如同以利亚 曾经击打的一样 真的就分开了 以利亚身上的执事和能力 果真都已经传到了 以利沙的身上 我们切要记者 当经文中说 他说 耶和华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第十四节 这个祷告 并不表示 以利沙怀疑神的存在 他只是在祈求 神既然曾经 向他的中仆 以利亚显出能力 如今 他也愿意神 在自己的身上 显明能力 从十五节到二十五节 经文中有三个要点 第一方面就是 以利沙和那些 伯特利先知门徒们 经历和看见的不同 第二个方面是 神开始借着以利沙 行神迹 耶利哥的水源得洁净 而第三方面 就是伯特利 四十二位童子 被雄撕裂 经文中让我们看见 当以利沙 挥舞着自己老师的外衣 奇妙地过约旦河 那些远远站立的先知门 便知道一件事 那便是以利亚的灵 真的落在以利沙身上了 于是他们就以千功的态度 俯伏在以利沙面前 不过有一样 以利沙的看见 跟那些先知门徒们的看见 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猜测 说他们可能远远地看着 的确看到一个大大的异象 但没有办法像以利沙那样 看到火车火马 还有以利亚 撑着旋风 荣耀升天的 更加细腻的细节 于是那些先知门徒们 就并不知道 以利亚已经被神接走 升到天上去 他们认为 以利亚的离开 只是暂时的 以利亚仍然还在 世界的空间范围内 所以他们就向 以利沙做出请求 说仆人们这里 有五十个壮士 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 或者耶和华的灵 将他提起来 投在某山某谷 由这里可见 先知门徒们的确有属灵的经验 甚至还有 耶和华的灵 能将某人提起 超越地点的 再将人投放到 另外的山或谷 但是很明显 他们没能有一个看见 是能知道 以利亚的离开 和古代的 以诺是一个性质 我们说这个看见 跟以利沙所看见的 是根本不同的 以利沙所看见的 是以利亚 已经与主同在 不用去藏死位 而且他可以在永恒的 神的宝座面前 侍奉并敬拜 但先知门徒们认为 以利亚只是暂时被提 他是被神空投到 另外一个所在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意味着 以利亚将来 还会出现 或者会死 以利沙听到 这些人的恳求之后 明确告诉他们 没有用的 因为已经没有办法 在世界的层面里 找到以利亚 但是他们依然恳求他 使得以利沙 感觉到不好意思 拒绝他们 直到这些先知的门徒们 寻觅以利亚 总共用了三天的功夫 他们才真的相信 以利亚走了 已经被神娶去了 从以利沙一开始服侍 我们就会看见 这是一位有气度的先知 她的心柔和又宽广 很能容下不同的意见 在此处经文的场景中 可以看见以利沙 不去努力的 与那些灵命经验 还比较欠缺 在属灵的认识上 也没能达到 该有的高度的 先知的门徒们 去争论 对于以利亚 已经升天 以利沙 尊重这些先知 门徒们的感受 其中就包括 怀疑和不肯定 所以以利沙 给他们一个 求证的过程 这方面 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一定要学习以利沙 永远不要将 自己的属灵经验 成为责备那些 还没有类似经验的 信徒的借口 人若是有属灵的经验 不管多高深 多奥秘 要学习像主耶稣 或保罗那样 隐藏 并看神的时间 是时候了 才可以分享 比如 有人说的好 我们的主耶稣 从来没有跟人讨论过 他由童真女 所生的事实 因为人的心 不能明白 神如此的大能和奥秘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 使徒保罗 在三层贴上的经历之后 足足等了十四年 才和人分享他的经验 大家可以参考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一节到四节 人的特点 就是一定会求证 不弄明白 是不会罢休的 所以那些先知的门徒们 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到处去找以利亚 最终是一无所获 其实正如天使 对妇女们说 为什么要在死人中 找活人呢 同样的 为什么还要在世界上 去寻找 那已经被主所提 荣耀升天的人呢 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世上了 你找也找不到 经过了三天的巡礼 先知的门徒们 真正的信服了 以利沙的说法 并正式的认可 接受以利沙 成为他们的属灵领袖 所以后来 在以利沙的一生服事中 这些先知门徒们 基本上始终都伴随在 以利沙的左右 他们得以有福分和恩典 不断的看见 那从前荣耀的 与以利亚同在的神 如今是荣耀 并且加倍的 在使用以利沙 所以能够有机会 看见以利沙的服事 该是何等荣耀的福分 当以利沙 正式的成为 先知门徒们的领袖之后 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分别就讲了 两个神透过以利沙 所行出来的神迹 一个神迹是 以利沙医治 伊利哥城的水源 另外一个神迹 是以利沙发出咒诅 使伯特利的童子 有四十二人 被两只母熊撕裂 这两个 以利沙早期所行的神迹 充分的证实了 以利沙身上的先知之分 我们先来看 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 以利沙洁净了 供应伊利哥城的 主要水源 我们从前在读到 约束亚记六章二十六节时 就知道在约束亚 带领以色列百姓 攻占伊利哥以后 向伊利哥城的废墟 发出了咒诅 后来 伊利哥城虽然被 伯特利人 希伊勒所重建 但被咒诅的迹象 依然还存在 我们注意到 经文中描述 以利沙是等在伊利哥 直到那些寻找 以利亚的人 最终回来 所以十九节就说 伊利哥城的人 对伊利亚说 这城的地势美好 我主看见了 只是水恶劣 土产 不熟而落 经文所说的 地势美好 是指着土壤也肥沃 风光也秀丽 只不过水的情况 不理想 按经文的原文是说 水是坏的 曾经有些圣经学者说 伊利哥城的地表 地层比较复杂 从地下出来的水 与含有辐射的土壤 会发生接触 当人们饮了地下水 就包括连妇女的生育 都会受到影响 另外直接受到影响的 就是农业方面 庄家 蔬菜和水果 虽然正常的涨了 但是往往 还在没有收获的时候 就不熟而落 以丽莎于是要人 拿一个心瓶来装盐 他们就按她所说的 将心瓶装了盐 交给她 以丽莎信心十足的 来到耶利哥城的水源 将手中心瓶的盐 倒在水中 正像所有先知 在发布信息的时候 所说的话一样 她开口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治好的这水 从此必不再使人死 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 二十二节的经文说 于是那水治好了 直到今日 正如以丽莎所说的 我们在第二十节的 经文当中看到 以丽莎用来洁净 伊利哥城的水源 所使用的是两样东西 一样是盐 另外一样是一个新的水平 我们都知道 盐有防腐并且洁净的作用 按照《立位记》二章十三节 还有《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 另外 盐也被用于神和人的立约过程中 以丽莎所用的是未曾被污染过的新瓶来为神工作 实际上这就表示 整个的耶利哥城和耶利哥的人 就像那个新的没有被用过的瓶一样 来接受并过一个 与主立了约的生命和生活 人如果持守于神所立的约 神必然信实 保守并保全人的生命到底 但当我们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真正医治那水源的 盐只不过是一个媒介物和象征物 真正医治水源的乃是耶和华神他自己 而以丽莎先知不过是器皿而已 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神迹 以丽莎带着门徒们 从耶利哥往伯特利去 我们都晓得 伯特利是当时的北国的国教的两个中心之一 在伯特利有着金牛犊的秋坛和神庙 从经文的表面 很多人都会不服这段经文 他们认为 以丽莎对待那些细笑她的童子们 太过凶残 我们刚刚还提到她 心地温和和宽大呢 而此处三节的圣经 就证实了 以丽莎心眼的狭小 但其实若不经过解释 我们就不会明白 经文背后的意思 这里所讲的童子 并非是指着天真无暇的儿童们 他们少不经事 分不清善恶 其实这些童子 应该有另外一个翻译 那就是年轻人 都是已经长成了的 经文中描述他们 他们是从伯特利城出来 细笑以丽莎先知说 秃头的上去吧 秃头的上去吧 有的解经家 依照圣经将人 叫童子的这样的规律 就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 年纪大概在20到30岁之间 他们都应该是 闲散的市井的匪类 有时是专门被人收买 来做攻击人的邪恶勾当 这些市井无赖 对以丽莎所说的话 是很有针对性的 他们对着以丽莎 细笑的喊着 秃头的上去吧 秃头的上去吧 这里一方面 是在细笑和嘲弄 先知的长相 因此我们就可以推算 以丽莎先知 应该是年少 就秃顶的 脑袋上头发不多 而在圣经当中 我们要知道 以色列人 无论是男女 一旦头上的头发比较少 或者是光秃 秃顶的话 那乃是表示着 神的咒诅 临到这样的人 是这样的人 外在的标志 大家可以参考 以赛亚书 三章17节 和24节 所以当这些市井流氓 在呼喊 以丽莎是秃子时 这就是在向先知 宣布神的咒诅 所以话中 有极强的侮辱性 和咒诅性 而所说的 上去吧 上去吧 为什么说 有所指呢 这是因为 以丽莎看见 以丽莎荣耀升天 这样的故事 迅速的就被广传 可是 在伯特利的 金流毒 国教的权势 那些宗教领袖们 并不相信 会发生此事 于是他们就专门 雇用这些流氓 来细笑以丽莎 意思是说 你的师父 既然已经升天了 你也跟着去吧 他们的话中 既有不幸的味道 其实又带着一种可叛 那便是 如果以丽莎和 以丽莎 一旦真的都上去了 那么也就对他们的邪恶 没有任何妨碍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 北国居民当中的大多数人 心中没有神 他们已经全然 被异教和虚假的国教的祭司 和先知们所掌控 所蛊惑 看耶和华神为虚无 并视神的先知为仇敌 我们在这里要知道一点 正如在新约时候 耶稣告诉过他的门徒 若有人逼迫你们 就是在逼迫我 若有人恨你们 就是在恨我一样 这些市井流氓们 对以丽莎先知的嘲讽 奚落 戏弄和挑衅 完全是基于 对耶和华神的大不敬 而神是不能容忍这一点的 于是就发生了一幕 这可以说是 以丽莎一生服侍当中 唯有的 不带恩慈的 行出来的神迹 当以丽莎向那些童子们 奉耶和华的名 咒诅他们时 路边的树林里 就有两个母熊出来了 很快的 就撕裂他们 中间的42个人 撕裂的过程 也包括熊对这些人的 吞咬和践踏 但也有解经家解释 这里所说的撕裂 只是表示伤害 其实并没有杀死 和毁灭的意思 但我个人是表示质疑的 因为只有那个解经家 自己真的碰到熊的撕裂 就应该知道 不是仅仅伤害那么简单了 但真到那个时候 再说不是杀死和毁灭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当看这个神迹的时候 同样也要知道一个事实 那就是行神迹的 其实并不是以丽莎 而是神自己 以丽莎并没有明确的说出 咒诅的方式和内容 是神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那背后乃是有着审判的原因 而神的审判 尽都公义 无论如何 神之所以向着自己的先知 是为了让伯特利 包括北国的居民 对以丽莎先知的职份有尊重 而先知之所以有理由 奉耶和华的名去发出咒诅 圣经是有依据的 在立位纪26章21和22节中说 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 有一些省略号 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 到你们中间 抢吃你们的儿女 事实上 于后来那些真的像野兽一般的 亚述的军队或巴比伦的军队而言 从树林中出来的两个母熊 还不是真正最可怕的审判 但这一神迹 充分的向北国以色列的军民显示 戏笑神的使者 藐视神使者的言语 击窍神所拆来的先知 其可悲的结果和下场 该有多么的严重 神使母熊咬死42个童子的事情发生之后 以丽莎从伯特利前往加密山 以丽莎登加密山 让人想起《猎王纪上帝》十八章当中 以丽莎的老师 以利亚的得胜和凯旋 我们相信就像我们今天也喜欢去一些发生过神迹的地点 既有重温 又有纪念 又带着伟大的理想和对未来得胜的期盼 以丽莎在此也一定是为了纪念她的师父 以利亚曾经在这里的得胜 因为短暂的纪念和缅怀之后 以利莎将会下山 经文中告诉我们 她将前往撒玛利亚 直接面对北国以色列 政治 信仰 道德 败坏的中心 而她也将成为 神所使用的伟大的器皿 而北国以色列 甚至包括亚兰国 无论君王 大臣 到百姓 都将实际的目睹到 以色列的神 与他的先知 同在同工的荣耀 那有信心的 德蒙神恩典的人 将会带着极大的渴慕和喜乐 迎候先知的到来 而那不思悔改的 继续在顽梗和背道当中 走向沉沦的人 则会在先知 服侍的过程当中 所带出来的话语的权柄 和真神的荣耀面前 又是惧怕 又是战斗 好的弟兄姐妹 今天猎王纪下第二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看这一章的第二大段时 请大家就留意三个问题 一 以丽莎的看见 和伯特利先知门徒们的看见 一致不一致 两方面的看见 有什么不同 当然这个看见是指着 以利亚荣耀升天的事 二 耶利哥的水源 被先知捷径 一致 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第三 伯特利的四十二个童子 被两个母熊撕裂 在说明着什么 神和先知是残忍的吗 你又怎么看 好的弟兄姐妹 来让我们每一天 都带着喜乐的心 来到天父面前祷告 愿爱我们的神 以他荣耀又甘甜的恩典 伴随你和我 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 得到教训 做那在灵灵 真能看到神荣耀的人 也愿你我的生命 常能给人带来甘甜的供应 而神也必会成为 你我的保护 遮盖和荣耀 爱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